大家上午好 我是方姐 今天是我们在奥尔巴尼亚的最后一天 明天我们就退房了 打开门的时候 我以为起雾了 因为你只看到海天一色的雾气 结果是大海 结果看看下面的人们 今天没有太阳 他们真勇敢 可以下水 其实水温还是挺凉重的 我是受不了 我今天特别困 然后眼睛都眼泡都肿起来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 哎呀有点疼 然后呢我们家奥尔巴就已经准备早饭了 然后结果他冲给我的第一句就是 烧水的壶坏掉了 我说烧水的壶他只有一个工作 就是烧水他也会坏 真的就坏掉了 怎么敲打也没有用 他就是坏了 坏了 现在我们出去找老陈区 我老公说他们也有 酷痒 他就找那种老陈 希望应该有吧 就不知道他们保护的怎么样了 堵车呀本来开的就慢 堵车还逼呢 这个人开车真的是太疯狂了 直接跑到人家对面的道上开去了 真吓死人 他们还挺有理由的开呢 跑到人家道上去了 你这里跑到对面车上 你给人家撞起来砸着 所以他们这里出事故都挺多的 这的交通真的是太差劲了 妈呀你看你看这车子 你可以从这走 哎呦我的妈呀 小人的 警察就在旁边的 你看这就是 他们就停在路边 不可以停车的地方 他这样停 你能把我怎么停 对吧 这人好狠的 而且他们这边有个好处 就是你停车 他们一般不收钱的路边 他就往那一停 你能怎么停 看这堵的 哎呀妈呀 哎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呀 我们到了这个城市的名字 叫哥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哥呀 哎呦呦呦呦呦 就这个这个名字 这个叫 Ki Ai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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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koya 就这个 哎呦妈 这个路太抖了 难找死了 妈呀 这个晃的 你看你看 哎呀 哎呀妈呀 好了好了好了 不能这么开了 哎呦 晕死了 真的是一座山城 太多的绕坡了上去 现在我们到那个城堡那边去 躺在这里的 你看 房子也是挺破破的 但这人特别热情 很愿意帮助你 而且是有免费无偿的帮助你 不要你回报 他们觉得就是举手之劳 能帮你就帮你的脸子 现在来到老的地方了 看看这边老东西 怎么有点想骂人的 那个老东西 还挺漂亮的 我们车子停好了 2欧元 但是你要付当地的钱的话 next是两百 如果是欧元的话 就要合成这里的钱是两百四 所以觉得还是换成当地钱比较好 现在我们往上爬了 往下看 这边很多的葡萄 葡萄还挺好的 你看 葡萄 葡萄 全都是葡萄 你看这一层 大葡萄 那里 那个酒店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好漂亮 哇塞 是挺好看的 其实我们看城堡都是假 就是来想看看这当地的 但是我不喜欢这种 哗巴拉鸡的毯子 太老了 太那种老式的了 我喜欢时尚一点的 再说这种跟我家家也不搭 挺漂亮的 都是这种木头做的 可以放东西吃什么的 然后明信片 他们这里很喜欢银子做的东西 你看那里头都是 Hello 看这都是银子做的 挺有古色古香的 看这里更多 这么多 好多好多好多 都挺好看的 这个有点让我想起来 这下上面 坐的地方 有点让我想起丽江了 也挺漂亮的 一个古城 很漂亮 刚才我们就从这边上来的 现在我们往城堡上面走 先上去看一圈 来了得溜一下子对吧 走个过程 等会我们就下来去这里买东西看 现在进入到里头来了 看这个 建筑的 这个地上可当心一点 鞋子不好容易摔跤 可滑了 哇塞 里头是这样 这个 哇 好 看走呗 这个塔 现在太阳有点热了 我还穿了一件 开山呢 现在把这个 进搜眼 眼前不是眼底 我还没登上去呢 所以我们打算往上面走走看 不知道他要不要收费 收费就不看 不收费就看看 我这人是不是很吝啬 第一个我对这些 比如这历史 不是很了解 要想很多了解的话 还不是从谷歌上查呢 看这花 上来天后看 我还差过来天后 现在 哎呀是Lio也看见一只猫 卡兹 小卡兹 哎呀 这鼻子在闻的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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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上来了 刚才我老公去看了 500当地钱 一张票 我们决定还是不去了 所以我们还是到这儿来看看吧 看看这边 也没什么看的 这个是阿尔巴尼亚的国旗吗 我也不知道 我们现在往那边走 从那边绕过去 走到这个后背 后背过来了 然后之前那边不好过来都堵住了 所以我们到这边来看一看 是什么样子的 差不多要结束了 我们看东西很快 不看细节 大概差不多就行了 哪有那么多的时间 You want to go in up here yeah come on first to go oh 看 first to go up now 找到这个黑后面来了 然后突然听见这个音乐 从哪里来的 我们看一看 原来他们在这儿弹呢 刚才我们就从这儿上来的 围着人家要给钱 好玩死 你看一下这里 弄得也挺好看的 让它装扇结束了 你就放过我们的耳朵吧 刚才我们就在那边 它堵起来它不给走了 所以我们正好可以经过这里了 走到这边了 还挺结实的 看一看 这样 他们那时候已经有防范意识了 你看窗户上都有防盗的 看我们往前面走 现在太阳出来了 热 一凉的地方可凉快了 一凉的地方可凉快了 好呀呀呀 看这儿 看这儿 就这样子的 stop 他们不让进去 这边有楼梯可以下去的 可以了 差不多结束了 看到这里有一棵梧桐树 你看它都已经空掉了 生命力真顽强 你看 玉冲冲的 你看 好像是被火烧掉的 你看 空了 糊掉了 你看 所以一定要根基打得稳 你看给我烧糊了咱们地 我边上我根基真了 你看我 哎呀 这里真两块 给我们 我们遇到一个人 他是专门维修这个古堡的 他就说给我们看之前的路 真的都是他们一手弄出来的 不容易 现在我们走这个路 可难走了 这就是进口的地方 看 很热情 邀请我们上去 我说我害怕 万一有钉子什么踩到 哇 对吗 我的脚不就 废掉了吗 妈呀 我不上去 他们在弄所有的 现在我们 过来了 刚才那个人 一直给我们讲解 给我们看他的工作 这人会说英语 意大利语 阿尔巴尼亚语 他在 意大利 大了八年 后来他的母亲去世了 他就回来了 结果后来他的弟弟也去世了 所以他就照顾弟弟家的孩子 一天就是清理古城 然后呢 我们给他一千 当地的钱 这边有卖很多老物件的 看 这都不知道是装什么的 小型电台 发布机 八一小型电台 电台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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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我觉得这个石色挺好看的 我也可以不买 我说五十欧一起 如果不行我就不买了 我买了一个项链 一对耳环加一个戒指 五十二欧 还行吧 这个颜色我觉得挺好看的 嘻嘻 我们俩现在在这喝啤酒了 正好可以坐在这个阳台上往窗外看 这就是刚才那个城堡 我们去的那里 就在那边 现在我们去找吃的去 现在人多起来了 刚才没有这么多的人 这个真的感觉很像丽江 现在这个路上 比刚才来的时候好多了 之前路上挤的都车子 现在好像各就各位了 还行挺好的 妈呀 这时候猜拳一定要小心 左绕右绕 左绕右绕的 你看他们这里的人开车 你看这个车一直顶着那辆车 你看马上 有妈呀 神经病的要死 这些人开车 我老公从网上查到说 这家餐厅可好了 4.5星了 所以我们过来看看 他家这里一般都是做的就是本地的特色 就是吃的烤肉什么的 因为我吃了几天都是海鲜 所以我们要吃个烤肉 吃吗 吃 本地啤酒 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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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想吃一下本地的肉嘛 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嗯 看看我们吃的来了 这就是肉肉们 啦啦啦啦啦 哈哈 啦啦啦啦啦 哇塞 好多 那我要洋葱 好好吃 吃的是挺好吃的 我喜欢吃洋葱 放在上面一起站着吃 这样 别人都热死了 有点冷 因为太阳下去了 它有点五个人分的 一个人分的 两个人分的 这边都是洋葱 好吃 好吃 好吃哦 嗯 刚才我们吃饭 吃了2400块钱 NAC 就是差不多20欧 20欧 两瓶啤酒 然后两份烤肉 我觉得这样子 他们挣的钱也不是很多 现在我想到这里头走一走 吃完饭 在这边 海边走走也挺好的 因为明天 我们就要离开 阿尔巴尼亚了 我们要坐轮渡 渡到意大利去了 这里的海滩真的很准 你看 哈哈我的臭脚丫子 看我脚上被 被太阳晒了 你看 跟个斑马似的 我老公他不想下水 因为我下水了 我想把他拖下水 他不愿意 嘿嘿嘿 好了 第二视频就到这了 这就是我们在阿尔巴尼亚的这边 如果你们喜欢来就赶紧来 因为这里真的是物美价廉 地方和人 大家不要担心 这个地方什么危险不危险 真的很安全 比你想象中的更安全 真的人又好 很多都会讲英语 一般的 那你肯定不可能跑到那种老村庄里头 没有人去的地方吧 那地方是不会讲英语的 但是一般到游客的地方去的话 他们都会讲英语 还是比较方便的 好了 咱们明天见吧 拜拜